那么烦恼及不提 生死及烈盘 常常听到 这两句话是究竟了意 可是我们听不懂 究竟了意的今 确实是对上上跟人说的 不是对一般人讲的 也就是他的对象是法神菩萨 法神大死 那么佛教大字典里面解释 这说语 对于不了意而言 了意的对面是不了意 行了分明 说是究竟至谁 为这了意 行了分明是他的宗旨 说也行 是也行 是是实现 不用言语 但是 说的 是 实现的 都是究竟的实意 这实意是真实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也就是所谓的 不理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后头还有啊 不是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不了意 阿罗汉 啊 还是不了意 深道是暴徒了 还不能算是 here 正好 今天了意 阿 因为他还有 四十一品 无名习气 无名习气 断干净之后 朕得妙酒果味 回归长吉光了 这叫究竟了一 那我们回头看 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确实是究竟了一 往生到极乐世界 不但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舍法界了 小臣脱离轮回之后 再脱离舍法界 那要修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能从阿罗汉 提升到辟知福 辟知福提升到菩萨 菩萨提升到福 这个是舍法界的福 相思即福 还不算是正福 在这个时候 专案八十成四指 把妄想 放下 也就是 与一切法 不分别 不知足了 这才能脱离 十法期 你说多么不容易 可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他一次 就把这个事情 搬脱了 哪怕是 往生在极乐世界 凡圣同居徒 下下平往生 乃至于边地往生 都脱离舍法界 这个事情 我们要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不走这条路 走阿罗汉那条路 那个路好长啊 好辛苦啊 六道里都不知道转多少时 所以 绝定不能走这个弯路 这弯路太长了 不好走 路途当中障碍很多 所以 了意跟不了意呢 还有一个说法 凡是方便说的 都是不了意 真实说的 这是了意 在我们先前 可以说 一切法 虽然是了意的法 我们学没有这个程度 所以对我们讲了 是不了意 敬宗这个法门 我们有能力学 经上讲得很清楚 与 有没有学识 没关系 与 有没有 知识 也没关系 不认识自己 没念过书的 这一句 阿弥陀佛念得很好 我们细心观察 往生到极乐世界 评位特高 一般知识分子 甚至于 讲经的法师 都比不上 又何宽 四十八院 讲得很清楚 无你舍我 回邦佛法 临终忏悔 统统的往生 往生的评位 高下不一样 与这一生 忏悔的力量 跟叙事 累积的 善根佛德 有关系 所以这个法门是 不可思议 究竟了意的法门 这些法门是 不可思议